下班車潮全往國道塞 一輛界一輛排隊 激活動彈不得 迎來中秋連假 國道四處塞塞塞 國道三號環動到南港路段 持續止暴 時速只有十公里 高工局也公布中秋連假地雷路段 國營南下陽梅新竹系統 北向元山大滑系統 國三南向三陰到關西 國五南向南港系統到平陵等路段 往中不走 國三烏日到霧峰 國一彰化蒲岩系統 一共六大地雷路段 行車時間需比平常多出三到五倍 那在國五的部分 我們預期現在南下用色情形 大概會持續到夜間 因為有不少人會在下班後出門 然後往國五宜蘭東部的方向走 高工局也預估 國五西部國道將從十八號上午七點後 湧現車潮中午或下午後才會緩解 國五更是從清晨五點到下午四點 都在塞車 將連塞十一小時 總交通量估有一百二十五萬百車公里 是平日的一點四倍 若單看南下交通量更是平常一點六倍 高工局建議用路人出門前 先查詢路況或是選擇替代道路 以免塞在路上興致大減 先查詢路況或是選擇